我先问一下 附近有个大级是在哪里 有个大级就在前面 现在大级不开 只能在那级外面 就在那篮杆里 就一直走就到了 建成路旁就往离开 行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老万 你们知道我房车玩了这么多年 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和大家分享 就是各地的大级 我之前开房车去很多地方 有的时候偶尔能碰到大级 像我们这次是在北京周期边玩 这个就是门头沟的大级 北京每个区域都是有大级的 这个门头沟都是每周二和周五 我们一起去看看 刚才我们在路上问那个老大爷了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 所以这个规模就小了点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 里边都是很大的 大爷 我跟您问问 这个树根是干啥的 这是苏金活血的味道 这是泡水喝的 不是种的 不是 这是花椒 麻椒知道吗 花椒 炒菜的花椒 就那树 那这个是拉一咕咕咕咕泡水 不泡水 这就是磨手似的 这是苏金活血的 知道吗 这是花椒树 花椒树 苏金活血 那这多少钱一根 这根二十 那是十块 苏金活血越毛越红 越毛越红 最后就盘出来了 对 吃完有脸 行 那您忙着我们再看看 我们自己拍就玩 其实这个大吉就是我跟你说 什么都有 这个大吉我看了呀 最早的起源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当时就是国家没有固定的这个商贸市场 老百姓之间基本上也是一物一物 然后他们就规定到什么时间 到一个地方 你拿东西换我的 我拿东西换你的 慢慢的就变成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大吉了 嗯 我们小的时候也种 也种 这个快到春天了 这个卖菜籽的确实多了 炸鱼 要不要来点尝尝 给我来四个吧 我们就在这吃 来四个给我尝尝多少 依然来俩 依然来俩 对 这是面子是吧 对 全米面 全米面 软块好吃 这个东西叫啥 这个小油饼 小油 这个有点油性 三块鸡 幸福扫你 我先挡住咖啥尝一口 嗯 挺好吃 小油饼 而且它是热乎的 刚端出来的 吃完了再带大家逛 山刀呛面 蛮头 有豆瓣吗 带起来还没过来拿手 现在只有蛮道是吗 这是存米面的窝桃吧 存米面什么都不放了 豆包还没带着呢 豆包啥时候能买 这个咋卖呢 六块一大 那我来一大吧 我小的时候老吃这个 买点回房车里吃 买点回房车里吃 你看这酱菜炒的就有食欲 我们在酒园买了 要不我就买您这个了 这个东西风哥 你知道是啥吗 鸡菜 我们东北叫婆婆丁 婆婆丁不是这样的 婆婆丁是婆婆丁 它俩长得还不一样 鸡菜挺好吃的 这个是婆婆丁 你看这个刚吃这么点 这个是白根 一个白根 一个是暗红的 这个吃起火 这个咱们超的 这个生菜 我们都没吃 这个婆婆丁吃的多 这个整个大吉 酱菜炸一半 西河滩楼水豆腐 马上来了 白家酱菜 本地经买的五扎 鸡肉这个地方吃 特别好吃 十个以上六块 零百七块 这是我家自己家养的 是七块是一个还一斤呢 一个 一斤帮我绕里头 一个 我想买两个 给我家老大老二尝一个 那你来三个给我二十块钱 便宜块钱 行 那你来四个吧 四个多少钱 三个二十 那四个二十五 去想 我跑的可快了 你信吗 信 我嘴下就没影了 你看我们逛这一集 买了这点东西 其实你说逛集啊 它有的时候不是为了买 是为了玩 然后聊 啊 鹅蛋和窝头 四个二十五 四个二十五 嗯 蝗蝗头 配鹅蛋 四个二十五 贵不贵 四个鹅蛋 四个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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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两个人是什么 说的 还行啊 就猝在那儿了 哈哈哈 行 谢谢啊 所以说你在一个地方 我们特别是放车旅行 说为啥逛大集 因为你逛这个集 你基本上能了解当地老百姓吃啥 当地有啥 这是一种文化的融入吧 就是咱拔高一点说 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入 你像这门子沟的大集 特别是这个地方呢 你就会发现酱菜特别多 因为离这很近呢 就是北京最知名的酱菜 就是酒圆酱菜嘛 所以一个地方的大集 有一个地方的特色 咱们房车旅行就多走走 多看看 当然了还要多吃吃 握手和额袋 走了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